一滴繁華氣 約映著鼓勵 思念落著你 難自已 入夢的景色 永遠 歸起歸有起 誰在嘆息 難從情緒 花去 濃濕天地 白雲深處 我 碰你 天生促逼 花卷裡 愛和唯一 成窗期 輪回你 想你 我相愛 我管風月真是 心河骨鋼鐵 大夢人間 一場戲 也足矣 天生 鬧氣風的孤島 五天就去超級 他能看著下雨 去 天生 鬧氣風的孤島 哈囉 各位B站的小夥伴們 大家好 那麼 上面呢 放的就是 我之前參加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漢裏幕的活動 然後呢 在這個活動上呢 我終於還唱了自己的 舞風歌曲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那我就想說 本來那是一個活動 我就不分享妝容了 但是我轉念一想 武代呢我之前都沒有嘗試過 那不跟大家分享的話 是有一點點的浪費了 所以我還是決定 在化妝的過程當中呢 把它拍下來 然後把五代的一些服飾啊 妝容的一些特點 分享給大家 那麼大家也知道 我平時呢 都是會自己就是裝髮的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 很大型的活動 而且呢是現場直播 為了避免呢 會出一些疏漏 比如說走到一般 髮瘡掉了啊 茶子掉了啊 或者是妝化不夠精細啊 所以我這次還是帶個妝化老師的 但是我還是會就是 盡量的自己動手去畫 在化完之後呢 會請我的花莊老師 把我精雕細折一下 然後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披露 對 好吧 那我現在開始了 五代從歷史上看 所以其妝容在審美上 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 整體而言 不再像聖唐那樣華麗 開始逐漸向宋朝審美轉變 畫眉 哎呀 畫古代妝容就是這樣 就一直要遮眉 我又沒有勇氣 把我的眉毛全部刮掉 哈哈 每次要用這個 很強力的 會遮掉 我們應該找個遮眉膏去 去打個大眼 天天遮眉嗎 五眉大俠 就是我 到了晚堂 人們逐漸不再喜歡 過分分放的妝容 開始走精緻路線 而其中以柳眉為主 柳眉的眉心細長 有繡眉質感 看上去就像是 隨風飄洋的柳葉 因此而得名 這次因為要登台表演 配合我所穿的服飾 所以呢 我決定結合五代時期的北院妝 和今夜妝容來完成這一次舞台妝面 相對還是要偏堂一些 這次因為要登台表演 小時候的畫畫工筆 全部用了長大化妝上面 今夜是晚堂時期 婦女們在臉頰上 點染的一種金黃色的裝飾 宋代的孫興憲 在幻西沙詞裡寫道 蜜粉半沾金葉子 彈香優暖 秀薰濃 這樣的妝容 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裝飾方面 喜歡以花瓣作為妝點 或是在兩頰點綴一些帶色彩的裝飾 我們中國古代的那個審美 真的是非常的棒 它光從色彩上面就有很多的講究 所以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希望就是在我 研究漢服的過程當中 能學到更多更多的這種很 很專業的知識 滿唐時期的唇妝 偏向於把嘴唇畫得看上去非常小 就好像桃花一樣在嘴邊盛開 好 妝容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現在要開始做頭髮了 我們要趕直播的時間 現在時間不夠了 所以就是後面我們化妝姐姐 忽靈小姐姐 快速地把我完成這個過程 口痛快的就是我 如果實在來不及能不能回到再拍平面啊 在你試試看 那要是很 Second片 在你試試看 這是一個心情故 在你試試看 就是你試試看 那一句怎麼看 呢 你試試看 很久不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